恐怕你今天開來這台車呢 其實我在當年要換5加2或7連坐的時候 完全不考慮 為什麼 你這台多少錢 271萬 271萬 太貴了買不起 原來 我那時候買那台車呢 可以買兩台了 對不對 還可以 還有找啦 可以拿去改裝 對 什麼車呢 Toyota的Alpha 隨便怎麼唸 對 開心就好 對 這台車是新年的小改款 是 但是我覺得講小改款有點過分 改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算蠻大規模的 對啊 那我們先講一下外觀 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外觀呢 白LED 雙LED 對對對 然後那個水漿護罩也有新的設計 柯博文 還是一樣帥 應該說霸氣 是 車側的部分呢 就是新的鋁圈設計 其他都差不多 車尾的話呢 就是尾燈 那個燈條 還有一些鍍鉻示板 裝飾 所以說外觀呢 就是微整形 不仔細看分不出嗎 對 除非也是鋪龍 對 像我們這樣 還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進入內裝 內裝什麼不一樣 內裝呢 它是用了深色的木屋 是 對 然後呢 中控台螢幕 電龍式觸控 而且還加大 尺寸變大了 對 10.3吋 然後還可以用Apple CarPlay 更好用 Android Auto也OK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這個 安全系統 它現在搭載是TSS2.0版本 2.0 全速域自動的 從零開始全速域 對 哇 那TSS2.0呢 包括你甚至後面RC貼筆 喔 還有環景 是不是還有車道維持 有 哇賽 方向盤會幫你帶一下 我要這是 改款前買的 我可能會有點生氣 賣的要再買啊 對啊 欸 那個 乘坐起來呢 是 前座怎麼樣 覺得我有初戀的感覺 喔 因為我一坐上這樣之後 就覺得好像被人家抱住 那是不是應該要去 什麼公走一走 沒有啦 喔喔喔 很舒服 沙發的感覺 確實 問你最多 你要凱迪拉克的車 對 可以相比嗎 我覺得它又更新一代的製車 更棒 我覺得這台車最舒服最棒的 就是它第二盤 它就好像一個商務艙的感覺 而且它除了這個調整前後啊 椅背都是電動之外 還有這個小的辦公桌 對 可以放一些什麼小電腦啊 手機放上去 是 又可以調溫度 而且它不是可以傾倒 它是可以躺平 有 這空間太大了 空間大到有點誇張 可能叫一叫都有回音 是 這樣講人家會不會覺得我們就是業配 沒有業配 沒有業配 真的覺得這個空間很頂 對啊 好車就是介紹 再來第三排的部分 第三排部分 我們剛才有做嗎 對 頭部絕對沒有問題 頭部空間非常好 那寬度的話 其實基本上 像我們的體型的話 兩個人剛剛好 對 因為它設定中間也是有空隙 你要是硬塞一個人也不好做 我覺得它所謂七人座 那第三個 中間那個陣子是硬體的 對 我從來沒人看你主持節目 帶一個手機放 是不是很有型 對還不錯啦 不是 這是第三排中間的那個頭枕 哇 為什麼把它拆下來呢 因為它是一個固定式的頭枕 是 那第一個 你的駕駛一直看到後置鏡 會被這個擋到 對 因為它沒辦法調整 對 之外呢 其實你在第三排中間那個 要做到人的機會 沒有那麼高 是 就算做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小朋友 頭也不會被擋到 對 所以為了安全跟這個 不會被擋到視線的話 可以直接把它拿掉 然後拿來改一改變成皮包也是蠻帥的 是蠻像的啦 好啦 那這個內外觀之外呢 它這個重點就是 它這個引擎變速箱也做了升級 它這個3.5NA 對 哇好難找到現在說 是啊 這個動力 改到300匹馬力 這麼大這麼重的車 油耗還是有10.2 10.2 對 平均油耗喔 再來就是它這個6速自排變成8速 所以應該對油耗也是有幫助 難怪 我們現在重點就是要上路體驗一下 這麼大一台車 可以這個動力夠不夠 這個Toyota的車就是安靜啊 喔 一上車我就想睡覺 今天交給你了 怎麼這樣 難不夠意思的 好啦 那還是勉強把它講 不是 還是把它講完啦 這個新年式車款它的動力呢 就是加了25匹馬力 是 扭力也多了2.1公斤一 所以來到300匹馬力 跟36.8公斤一 那大家可能會想 這個車其實滿大的台 嗯 這樣子的重量 配到這樣子的動力夠嗎 這主要它是自然性氣 是 並沒有渦輪 但是其實之前就試駕過它的這個車 對這個引擎就很滿意 就真的有鐵背感 用力踩得花 對 雖然我們今天油不太夠 為什麼沒有油 可能我剛才來的路上踩太爽了 好啦 那恐怕你剛剛也有走高速嘛 對 然後四驅也有走 對 那你覺得這套巴速 跟這個新的動力加持之後 開起來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這應該是Toyota 貫注滿多他們的 心血打造的車 因為我剛才這樣開 包括上下交流道 它很平穩 你就覺得它下盤非常穩 因為它部分有些車款 其實我沒做得這麼好 而且我還注意一點 就是一般這種車 空車的時候 因為它為了要滿窄 所以它那個懸吊都會跳比較硬 那你一個人開你就覺得整台車很挑 嗯 可是這一台它吸正吸得非常好 而且另外一點是煞車很棒 煞車很重要 因為這種高重心 或者是比較高噸位的車 你有時候踩煞車會覺得信心感不夠 會覺得哇好像很重啊 停不太下來 這個不會 這一段如果被媽媽看到 可能老公就不能改煞車了 好 如果要改的話也是可以 改了會更安全 更安全 對 而且這個原廠P18 其實還可以再加大 對 絕對需要的 一定要弄成VIP式樣 對 所以說這台在這個 我們試過所有的七人座裡面 它整體上的平衡是非常好的 對 各方面都不錯 雖然它給你一個穗金比較高的引擎 是 但你開起來相對就是比較順暢 夠利益 而且油耗你如果慢慢開 其實也是OK的 再來舒適啊空間都是真的大到有點不可思議 其實自己來開的話 我覺得做到駕駛座跟真的實際開的話 它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龐大 對 反而那個角度還滿好抓的 是 只要注意後面的這個輪胎或者是車場的關係 過彎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再來就是停車的時候 也還好它現在有了360度環景 對對標配 這一定需要啦 這麼大一台 沒有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停車 對啊 這種車如果再沒有環境 就太不人性化了 再來就是它這個全速率的ACC 跟這個車道維持 這樣子變成你要長途旅行 去中南部的話 駕駛的疲勞 就可以幫你分擔更多了 因為以前我開這種車 我就覺得很哀怨 因為我覺得第二排第三排最棒 然後自己開車就很麻煩 然後要脫了這些以後 我覺得至少可以幫忙分擔一些 對啊 好啦這是一個蠻全方面 全方位的一台系列座車子 那價格當然是有點門檻 271萬7 不過整理這樣來講的話 這個價格是OK的 簡直就是這種MPV模範聲 而且其實買車需要等一下 因為它賣得很好 有這個提具需求的朋友呢 不用再考驗趕快去試車 試車就趕快下訂 因為現在這一次的升級 我覺得該有的都給了 真的都給了 缺點的話 我覺得二三排還是沒有提供那個 12V或USB電源插槽 我覺得這個稍微有點可惜 不然剩下都OK 不然就是你要從這邊接那種一對多的 對啊 還有 剛才有朋友就是說電動尾門 它是可以電動下去 沒辦法電動起來 那之前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因為它這個後面尾門其實很長 因為你停到特別是台灣那種停車上比較小 那你可能沒有量好這個距離 一下起來可能會撞到 對 所以它可能起來的時候是讓你手動的 但是他們還是覺得說 希望能夠全部電動的 那就看之後呢 改款或怎麼樣可以做個調整 好那我們今天試一下就到這邊 大家對於這台車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看Toyota哪一台車 歡迎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